尘埃落定 东北鱼姐涉嫌虚假宣传处罚165万元 10月12号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 东北鱼姐红薯粉条里 没红薯事件后续终于来了 总台记者从本席线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经过检验 鱼姐传媒为六合公司直播推广的红薯粉条 送检样品里面没有检出红薯原性成分 检出了木薯原性成分 但是鱼姐在直播中却宣称红薯粉条 除了红薯淀粉 没用水 质量与姐给你把控等明显与事实不符 属于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最终的处理意见是 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共计165万元 责令其暂停经营 限期整改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对此有粉丝表示 一种可能是网红明知故犯 支假卖假 还有一种可能是网红被商家给坑了 那么带货产品出了问题 主播需不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由法官解析 要根据主播的带货性质来判定 第一类销售方屡执行主播 主播本身是产品商家的工作人员 或受商家雇佣产生消费纠纷 由产品经营者来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类明星代言型主播 主播通常是具有一定知名度和流量的知名人物 属于广告代言行为 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明示责任 但是如果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者 广告代言人要与广告主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类是委托代销型主播 主播通常是粉丝量较多的网红 购物链接会直接跳转到实际经营者的网店 由实际经营者对销售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但是如果直播内容具有诱导性宣传 同样要承担责任 第四类是直接代销型主播 这类主播通常有自己的网络店铺 自主决定上架商品 不用多说应当承担商品销售者的法律责任 值得警惕的是为了剥离带货行为 可能涉及的经营者的法律责任 有的网红直播间里在商品页面特别标注了非销售者 本商品销售者为购物链接所属的店铺经营者 而非直播间等字样 但是这些并不能划清主播与销售者之间的界限 总之主播通过生动的讲解演示和互动 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是其专业性信誉度及个人魅力 帮助塑造了产品的形象和口碑 甚至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所以应该对其推荐的产品负责 至于是否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或实行首付责任制 需要结合具体法律规定 以及各方参与的角色全面分析 综合判断各自的责任 咱们就说 眼看他高楼起 眼看他楼塌了 信任是亿岁品 只要一次弄虚作假 之前苦心经营的人设和口碑都将毁于一旦 所以主播在选品时 务必严格把关 对产品质量负责 对消费者负责